整頭怡萱比較有發揮空間 怎麼說 就是他介紹 他可以在床上 你說我在床上可以這樣 要露不露 大家來燙 沒有 就是他讓你比較有 回到家那種很舒服的感覺 對 一樣的別人很舒服 對 歸屬感啊 不會講話啊 對啊 歸屬感啊 那我現在這個就是 商品商品 對 還會啊 適用的討論 要選出明星商品 我們要主打哪一個東西 然後我們等一下就要PO文 喔 然後要看影片 對 我們要拍影片 那這個如何 為什麼 你剛好用嗎 沒有 就是很可愛啊 顏色很可愛啊 顏色是蠻可愛的 對啊 而且就是可以拿來當仿生武器 我們可以拿來就是 拍一些武打片 但它不夠大 它不夠大喔 它不夠小 它不夠小 一個人很難收 對 很難收 這個沾鍋嗎 這是不沾鍋吧 它這個是不沾的麵料 基本上我們這個是做一個桌子 這是有很多其他鍋 對 它還有另外一個 很多個型號 就是不同尺寸的 所以它不倒油也不沾嗎 對 不沾 這個很棒耶 不錯耶 這可以考慮 但鱿魚也很棒 鱿魚是妳的師傅 鱿魚很好吃 那一吃成竹度 對 我剛才問她說我可不可以買 而且它有別種口味 鱿魚很好吃 鱿魚很好吃 鱿魚耶 它其實就是粉包 芥末跟十三香是粉包 粉包 你加進去 對 你加也可以 這是原味 你加了 它就是芥末 那什麼叫宮廷十三香 它就用十三個香料的料 對 香 而且它的魷魚有多純粹 它就只有魷魚跟鹽 加一點油而已 真的 而且它的魷魚是深海魷魚耶 這是粉包 就是十三香 所以它可以 它可以原味又加粉包耶 十三香會辣嗎 它是 辛香 鹹鹹甜甜 所以一包兩吃耶 我想試試看耶 可以 加加看 加十三香看看 而且這個開車或什麼的 就是很提升耶 我聞到那個什麼 十三香 那種火鍋的那個 可是那是我們 要散鍋的味道 好香喔 那其實這個 你要是吃油味 這個可以留著怎麼樣 做泡麵 對 做調味 這個很香 很香耶 或是你可以用沾的 你可以不要夾進去 對 沒錯 哇 一條真的很大一條耶 這是深海大魷魚 好好吃喔 好大喔 我吃吃看 很好吃耶 十三香好好吃喔 真的假的 剛剛吃完全不一樣 這個好吃耶 真的真的好吃 吃 味道變重耶 難怪這個是熱賣商品對不對 這也是熱賣的 那我 我會想要再買幾包耶 今天 今天主要是枕頭嗎 我們要選一樣 常常我們那些 平選嗎 因為其實 有我講 可能會比較不公正 他偏打他 還是我們要選 我們好發揮的 等一下好拍一遍 是我們好發揮 你們兩個要選 我們兩個要選 我們兩個要選 我們是文案耶 這個選 那你在談什麼 你是不是一直在吃 都沒有在選 有 我在看你們啊 我在看你們的 他選有一條啊 對 你躺一下 怎麼樣 怎麼樣 他其實是很紮實的 我覺得很棒耶 而且因為我是個選枕頭 就是我會在那邊躺 躺 然後我買回家 覺得 怎麼變那麼難躺 對啊 可是這個讓我真的覺得 有經驗 我非常非常的想要試看看 而且枕頭 宜萱比較有發揮空間 怎麼說 就是他介紹 他可以在床上 你說我在床上可以這樣 要露不露 大家來燙 沒有 就是他這樣比較有一點 回到家那種很舒服的感覺 對 你讓別人很舒服 對 歸屬感啊 不會講話 對啊 歸屬感 枕頭獲勝 那就是枕頭了 對啊 那我們就枕頭好不好 好 好 枕頭 枕頭 下一步 枕頭大 好